出来的时候 真的被外国媒体 就是笑翻了 就说 什么车荒又对不起来 颜色又如何 就是当时外国媒体 是完全不看好比亚迪的后世 那我们看看 现在这个目前 比亚迪是整个扭转了整个情势 在这样竞争激烈的 这个车市之下 甚至还已经超越了特斯拉 成为全世界最上销的电动车 那比亚迪其实 他这个新车 也是 他的一系列的车款 也是很有中国风 国风潮 那他有 你点进去他的官网 就会看到这个页面 这边是王朝系列 另一边是海洋系列 那特别是王朝系列 他们讲说 开疆拓土 还是永固皇位 这讲得非常有气势 他的王朝系列就是 因为我们看到其他 像是我们台湾比较能够买到 像是日本车 都会有这种一系列 比方说什么VS系列 或是什么系列 这样子来取名 那他的这个系列 是用秦、汉、唐、宋、元明 这些朝代名称来取名 所以你这边点下来 就可以点到 他就会列出来各个王朝 这样列在上面 你就可以看不同的款式 那他其实用这种 就是等于用中国字 来命名的这种方式 当时设计师很多人都反对 就说我们还是应该用英文 这样才能够打进国际 可是这个王传福创办人 他就说反对用汉字 但是他一直坚持说 不行我们就是以中国人为傲 我们要用汉字来作为 我们的系列名称 甚至他还说 他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 感觉非常的难受 他觉得要替中国人争光 我们来听一下 第一次我去美国 他要老让我拿这个返程机票给他砍 我觉得很难受 好像我就要赖在你美国是不回来的事 我干嘛赖在你美国不回来的 我外面也不好 我们都经历过这个 我到你美国解决你的就业 就那种对人格这种污辱 可是到了后面的创业的话 就是想把规模做起来 就想把中国人应有的这种位置做起来 我们中国人不笨也不懒 我们的产业不会比你差 甚至比你还好 就是我们为他争回起 第二个人正非 对 亮哥说这是第二个人正非 就是替中国人争光 所以他说我们中国人也不差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 就是一直看你美国人的脸色 那当然这二十年这一路 非常的不好走 当他在这个前一阵子的发表会上面 他也是讲到都哽咽 就是终于差一点走不到春天 但是没想到现在春暖花开 我们来看看 我很清楚地记得 在2017年到2019年 压力连续三年 利润大幅下滑 许多人在笑我 这是在烧钱 但我们深知 要把车做好 我想发展新能源 没有核心技术是不行 背后的心酸不易 只有我们自己 可以去做 这条路实际上难走 我们仍然坚持走了二十年 这是比亚迪造车的故事 也是中美品牌造车的输引 中国汽车的全新历史 正在我们手中书写 看着很令人动容 就是这一路一定是受到很多的打压 甚至是不看好嘲笑 所以他是这样忍了20年 到现在的春暖花开 现在比亚迪甚至在站稳了龙头地位之后 打出了电比油低的价格战 外国车器非常的紧张 因为压力给到了外国车器 你如果去看华尔街日报的话 我今天去看 他有一整块全部都在讲比亚迪 所以足以见得比亚迪对于外国人来说的话 有多大的震撼 还有你在很多YouTube的上面 你会看到很多外国人争先恐后的 甚至是美国人去试比亚迪的车 就说哇非常的惊艳 但是他们也买不太到比亚迪 所以他们也很期待比亚迪能够赶快进军到美国市场 我们看看现在拜登一直很担忧 打完了华为现在转过头来讲说 中国的电动车联网会不会把我们一些那种什么喜好资料 你常常走什么固定的什么路线 通通都记录起来 有没有觉得听起来很熟悉 就跟你家的扫地机器人一样 然后讲着说 中国大陆都喜欢窃取这样的资料 现在要启动国安风险调查 所以说这个汽车工业对于美国非常的重要 那不可以让中国大陆来主导 他说这个中国是用不公平的手段 试图来主导汽车产业 汽车市场的未来 那他们讲说 这个因为电动车大陆的发展非常的快速 已经对于美国的汽车造成了毁灭性的灾害 那还有人讲说 希望拜登赶快阻止这些廉价的 这个中国大陆的车进口 对于美国的汽车产业恐怕会有灭顶之灾 苹果这次宣布放弃也是忍痛放弃 因为投资了几十亿美金 两千多人要被转业或者转到别的部门 甚至被裁员 那这些人他过去十年他从各业汽车业里面 网罗起来各界的人才 那为什么最后放弃了 其实原因蛮复杂的 那基本上大概就觉得不会成功 美国发展 美国的电动车不会成功 不是电动车不会成功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其实 苹果本身这一两年的营运也不好 所以他放弃电动车以后 事实上他的股价涨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 股市其实对企业来讲是蛮危险的 因为他会防止你做 有这种冒险性的长期的投资 他在乎的是他短期的这个股票的价值 所以事实上股票事实上马上就回费 也就反映出美国的经理人他必须要怎么样 他必须要短次 他没有办法看得很远 电动车是一个投资要看得很远的 那事实上的话 那个前一阵子比亚迪的美洲地区的这个 这个执行长接受这个雅虎访问的时候 他就明白说比亚迪不进美国 那个访问者很吃惊 那为什么不进 他说答案比较简单说吧 就是美国太复杂了 我告诉你怎么复杂 川普就是反电动车的 川普说电动车是怎么样 是一场骗局 他会把底特利摧毁 他会把美国的汽车工业摧毁 而且扼杀就业机会 你想想看如果说下一个 可能当美国总统的是 这样子对电动车看法的话 你想苹果还敢下去 在美国生产电动车吗 所以美国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 那跟中国大陆的这个 发展电动车的这个生态环境完全不同 所以就是说你今天一个产业 他能够成功 他不是只是产业本身 他要整个一个生态 生态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国际市场 包括国内市场 包括政府的法规 包括外境外的政府的法规 都是这个生态市场一环 那只是我认为的话 就苹果说造不出来这个车 我不太相信 苹果是很强的一个公司 可是我认为就是美国这个 电动车的生态环境 让它望而却步 不过我觉得苹果 这个公司将来前景堪率 因为他们这些难民 赶快去领物资 结果没想到以色列 竟然去攻击这个物资派放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画面 就是当时呢 这个加萨官员他们就指控说 乙军开火酿成了104人死亡 700多人受伤 他们讲说民众是因为 被推解跟践踏而受伤的 这个是以色列就讲说 我们没有去攻击啊 就否认了他们开枪的事情 还说这个对方曾经围棘乙军 那可是大名手无寸田 怎么样围棘乙军 所以让大家觉得莫名其妙 尾巴冲突现在持续的延收 就是前两天有自焚亲生的那一位士兵 他曾经在这个动作之前呢 还有透露一个讯息 我们来听一下 他说他绝对不会参与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美军在哈马斯地道当中 对巴勒斯坦人种族屠杀 所以他不想要去扮演 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他透露出来 原来美军是在这个哈马斯地道里面 直接参与了这一场战争吗 现在有非常多的美国退伍军人 他们也去声援了这个亲生的美军 他们就讲说要记住这个布什内尔的一个行为 他并非孤身一人 他们还焚烧掉了他们的制服 用行动表达支持 那另外美国记者卡尔森呢 他也提到 他说现在美军 这个腐败而且低效 甚至对于美国已经构成了威胁 他说现在美国已经八十多年 没有打过任何一场大型的战争了 那另外我们看看拜登在3月7号左右 要来进行这个国情资文 可是现在面对到的就是他 他这个国情资文的演说 要尾巴要怎么讲 恶物要怎么讲 恐怕都没有办法 好好的来自己自我吹捧 没有什么成绩单可以拿得出来 以他的停火挫折也是 使得拜公所做的相关的计划 跟准备现在变得更加的复杂 所以他的国情资文 没有什么可以端上桌来说的事情 美国防长现在只好来讲 讲说如果乌克兰战败的话 北约可能会跟俄罗斯直接开战 扎哈罗王就回应他说 这是对于俄罗斯的直接威胁 还是试图要为泽伦斯基找借口 两者都很疯狂 他说那但是呢 听完这句话大家都知道 侵略者是谁啊 就是华盛顿 那普清他在自己的国情资文里面 也提到了 他说如果西方一旦出兵乌克兰的话 就会引发一场核战 因为莫斯科有打击西方目标的武器 西方政客已经忘记 战争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了 他们还以为这是一场卡通 但是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了 战略核力量处于全面的准备状态 那我们看前几天 不是马克宏也讲说 不排除要出兵援屋吗 结果呢你看看 这个俄罗斯提醒他 你不要忘记拿破仑真恶的下场 那现在欧洲国家很多都已经跳出来说 我们不会帮忙 包含了这个法国自己国内也都这么讲 捷克啊北约啊英国德国 通通都没有站在马克宏这一边 就是说其实以色列跟这个在加萨首郎推动 发动这场战争 其实现实已经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就是以色列要打多久 他就会打多久 国际社会啊 全部都反对也无所谓 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支持就够了 那事实上他现在 事实上在军事行动上 已经有美国实际在参与了 在帮助他了 对啊 那美国参中两院 事实上众院 共和党是反对原污的这个预算 可是对以色列的这个援助以色列的预算 美国共和党从来没党过 对不管是众院跟参院 都是很快就通过了 179亿很快就通过了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美国事实上的话 也是让以色列想打多久就打多久 那这个是这个因素 我们也讲的蛮清楚 事实上 就是说犹太人对美国整个政知音结构 这个操纵能力是非常强的 过去我们看了非常多的例子 最近这个美国前国安顾问 也就是民进党的好朋友 John Bolton 他在接受这个 这个德国之音访问的时候 记者就问他说 你觉得以色列现在这场战争 他还有他的正义性吗 他的是不是还是 他有权利再继续这样战争吗 他说当然有 Bolton在毫不思考 当然有 他说以色列有权行使自卫 他们现在大萨走廊是在行使自卫权 那个记者就说行使什么自卫权 他说因为他们是先被攻击的 所以他们就可以行使自卫 所以到现在即使是说 就是说以加剎物资 这些民众去抢 民众去抢这些救援物资的时候 那么他照样开火 可以杀 这也是行使自卫权 所以你看美国的政治人物 是这样看这场战争 这个跟他们的政治前途是有关的 对不对 他要能够在这个政坛 还能够有发言权 还有记者愿意访问他 他的书还能够出版 事实上他不敢得罪 那倒是美国基层的 不受这个美国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犹太的这个 操控政经势力 还有媒体势力 学术势力影响的话 他就会出现像这个美国的这个年轻的 空军的基层的这位官兵 他用自焚的方式 因为他觉得太无力了 对为了这么多人反对 可是在美国政府里面 没有办法撼动美国政府的这种作为 不管是共和党也要 民主党也要 要举行了吗 那现在 呃本来应该在去年秋天召开的 中国大陆的三中全会 也一直拖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迟迟没有办法开 你看到这个法广就在讲说 哦这是难以处置 秦刚啊 或者李尚服 是不是有所关联哦 那决定罢免意味着这个问题很严重 可是官方现在目前公告出来是秦刚辞去了地方人代会 而决定接受的说法 好像对于秦刚是留有余地的 所以外媒就算就是这样的解读 人家讲说 是不是代表着想要影射说 习近平政权不稳啊 又有开始想要唱衰中国这样的一个嫌疑 再来我们看看 中国大陆的外交持续正在进行 那王毅原本大家讲说 哎会不会有人新的人选来顶替王毅哦 现在看起来并没有宣布新的人选 他是继续续任外长 那中共中联部的部长刘建超呢 只是呃又承担了更多的这个外事活动 涉外的团队也陆续在补齐哦 所以现在看起来 人大常委这个 人大常委会没有发布新的外长 就是由王毅继续来担刚这个主要的任务 因为其实现在北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对美关系 那现在看起来王毅还是最有办法来应对美国的 他这个经验是最最丰富的 那王文涛的话 他现在在阿联酋跟沙特这边 沙兰阿拉伯 呃这个多国的部长正在推动双边贸易合作以及扩大投资 那他讲说愿意跟阿联酋来提升贸易的水平 那另外他还有跟澳洲的贸易部长也表达支持澳洲 这个希望澳洲支持大陆加入CPTPP 他们说现在因为双方的关系持续在改善嘛 也是展现出强大的一个韧性 除此之外呢 美国的商会感觉上面好像也代表出这个是不是中美交流的回暖 那美国商会会长率团访问中国大陆 那他们讲说现在本周就会有这个访问的行程 感觉上面是一个迹象啊 是不是代表着中美的经贸改善 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副商务部长他提到了 他说呃现在呢 他们接下来会有一些跟当地的一些商业领袖哦 还有这个美国的商业高管跟这个外国外交使节团的代表来进行一些会面 那这个感觉上面好像有一些逐步回暖 但是对比一下博恩斯哦 博恩斯又感觉好像坐不住要特别呃讲一些话 他说啊我们不想活在一个由中国人主导的世界 他说中美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 最具竞争性还有最危险的一个关系 而且他讲说中国大陆呢 他是比起当年苏联更为强大的一个竞争对手哦 想要成为超越美国的全球主导国家 因此美国人不愿意这个事情发生 也不想要由你中方来主导这个世界哦 所以感觉这样子解读好像是有种两面手法 拜登是不是表面上面在谈商业 可是背地里一直在宣扬中国威胁论的 好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 怎么看这个秦刚跟李尚福竟然也有新消息了 对因为他现在要开两会啦 所以他原来是这个可以参加两会的代表啊 那当然就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没有参加之前 一定要把这个为什么没有参加的原因啊 就是把他这个他这个辞嘛 辞人大代表让他自己辞掉这个人大代表职位 免得到时候开会的时候 怎么有人大代表没来参加一会啊 我想他这个是必要的一个过程啊 从来没有那个说秦刚死掉都是传闻而已啊 从来就没有人证实过啊 而且说实话秦刚就是说这个案子 事实上的话是非常悬疑啦 可是他应该还是最不及时吧 有什么好这个官不做了 然后非要让他人命也不保的 不过我觉得基本上 其实他应该是涉及了一些 让他没有办法担任这个 继续担任这个职位的 这个事件啊 不过中国大陆其实他过去非常重视驻美大使这个位置 驻美大使他事实上他当时啊 杨洁篪他做过驻美大使啊 下来以后啊他事实上他虽然不掌管对美事务 可是呢他进入了就是中国党的系统里面当作外事的一把手的时候呢 那他实际上还在操控中国大陆对美的这个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他有实物的经验他在华府的经验非常丰富 那所以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 呃其实秦刚会去接这个好 王毅原因是因为 因为杨洁篪要退休了 因为在中共的外事船队里面啊 一个玩有对美工作经验实战经验的人啊 他要退休了 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有对美实战经验的一个人 其实呃秦刚以他的外交养成过程中 其实他对美工作的这个经验啊 其实算是也是很短暂 嗯 他在大陆他在他在北京做他在华府做大事不超过两年 对 那过去也从来都没有在美国服务的经验 那其实有的时候你要了解美国的政治 你没有在华府待过个三五年的话 你都是怎么样 都是怎么样 都是啊 呃呃物理看花啊 你没有 你不会真正了解华府真正什么气氛 嗯 所以杨洁篪算是老华府 所以他后来组长中国大陆对美工作组长了十几年啊 退休以后中国大陆直接一定要找一个 这有美国经验的 那这个这个秦刚啊 运气好啊 他他补上了这个缺了 因为王毅再怎么讲 他基本上他是日本通 他在东京带过来来往往带过几次 可是他从来没有带过华府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王 真的秦刚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的 他自己搞砸了 那所以他们现在中国大陆要找一个取代他的人 非常的困难 那而且经过秦刚例子 我想他们现在非常慎重啊 我听过这个刘建超啊 他在美国发展发表演讲的时候 他英文是非常的好 那沟通无碍 而且呢 人也相当的稳重 那可是问题就是说 他没有在华府实战的经验 那他要他要去指挥华府的作战啊 那我想就是还是有一点点隔靴搔痒 那不过对大陆来讲的话 这个呃 所以所以很多国家到最后好像人才很多 真正能用的是有限的 那也逐渐中国大陆对外交的重视 一个外长你看好 这么慎重在选举啊 在在选拔 不像我们这边啊 像那种啊 什么管管碧琳这种啊 既没有专业 又没有这个啊 又没有道德操守的 居然可以做部长 就搞得一塌糊涂 所以一个部长是很重要的啊 你用错了像管碧琳这种啊 就变成啊 丢丢把所有的脸都丢尽了 台湾的脸都丢尽了 这样子 关天的事情啊 你应该是严肃的来讲这件事 怎么吃冰淇淋悠悠的说了这一番话 那结果马上呢 这个以色列就打脸了拜登啊 讲说 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 哈马斯也是这么说 所以我们看一下以色列的网媒 他们引述不具名的高层 他说我们措手不及啊 不晓得拜登的乐观 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 直接恶狠狠的就是说 拜登不知道在说什么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马克宏提到了 他说欧洲不应排除派兵乌克兰 必须要打败俄罗斯 那他说欧盟未达成派兵乌克兰的共识 那但是呢 他这一番言论啊 感觉好像欧洲其他国家 并不赞成哦 比方说像是德国英国西班牙 意大利都名言不赞成派兵进入到乌克兰 白宫也说 美国我们也不会派兵到乌克兰 这个北约的官员也提到了 说这个北约没有在乌克兰部署 作战部队的计划 所以感觉上面 虽然法国这么讲了 但是其他国家并没有响应 那也反映出来 这两个战争很难结束哦 是不是 美国都束手无策 都搞不定现在尾巴 或者是俄乌现在的一个最新状况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拜登恐怕并不在意那些事 就像他吃冰淇淋那个态度 他更在意他自己吗 更在意自己的选情哦 那我们看看这个密西根州的初选 拜登因为停以色列失去了穆斯林的支持 所以他在阿博裔穆斯林的 这个族群里面支持度都是下降的 感觉上面这个2020年哦 他是靠着密西根州哦 以些微差距战胜川普 现在恐怕这个优势不在 还有呢 他们连这个同党人都反对 现在尾巴战争已经变成了 拜登选情最大的炸弹了 因为他们觉得说 哎拜登怎么尾巴处理这种状况 现在愤怒的程度 已经是超乎大家想象 这个民主党内部有非常多的 对于拜登的这种意见跟杂音哦 那川普的支持度 在最新的民调显示出来 他现在已经从36%上升到42% 数字也已经高过了拜登 纽识还这样直接说 他说现在有换灯的三套剧本 难道民主党里面准备要换掉拜登吗 换灯哦 A剧本就是说初选会遇到挑战者 B剧本就是党中央直接介入 C剧本就是拜登自行退选了 感觉是不是2024拜登已经大势已去了呢 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借老师 借老师怎么看这个 尾巴俄物都搞不定会重创拜登 美国现在对于这个俄物战争国内的民意 是两极化的很严重 虽然大部分还是支持以色列 支持这个乌克兰 可是另外一级现在越来越怎么讲 越来人数越来越多 而且这个反对的态度越来越强烈 这个现役的美国空军自焚 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抗议 他的口号是什么 他不愿意成为什么 成为种族灭绝的帮凶 那意思就是美国是在做种族灭绝的帮凶 所以最近川普很多演讲我都在听 他不止一次提到 他说拜登正在什么 正在毁灭美国 也在毁灭这个世界 都讲话讲到这个份了 下面一讲下面就一片掌声 他说要拯救美国 就是先把拜登这个老先生 把他移除掉 他在毁灭美国 他毁灭美国的民主 毁灭美国毁灭世界 所以川普说我上任的话 俄乌战争立刻就结束了 不会再打下去了 那下面也很赞成 对所以美国现在就是说非常两极化 而且这个越来越激烈 我觉得如果拜登 继续照他目前的政策走下去 不管这两场战争 他都照目前的走下去 第一个他选举必输 第二个美国国内的对立会更加强 他拜登 你不要看他吃冰淇淋 老神在在 他多次在公开演讲里面 下面就有人抗议者闯入现场 拉起白条指着拜登讲 你就是战争罪犯 也同样子说不要做 所谓的美国不要做种族灭绝的帮凶 另外还说什么 后面还叫做 自由解放巴勒斯坦 自由巴勒斯坦 就是说要一个怎么样 要一个自由的巴勒斯坦 所以现在美国这个状况 事实上 你能看到连犹太人里面 也说不要做这么好 做这个好 这个好 所以种族灭绝的帮凶 其实拜登讲这句话 说会停火 他会停火 都是鬼话 真的 他的撒谎技术 事实上跟管毕林差不多 都是公然说谎的 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个 你要知道他讲完 讲这话之前一个多礼拜 你记不记得他的政府 还在联合国安理会 否决了全世界 几乎所有民意 要求立刻停火的 这样的一个决议案 那你说你在那边要搞停火 结果联合国要通过决议案 为什么只有你美国一个国家反对 那为什么你每天在那边 叫说要什么 你要停在 可是另外一方面 你又往前 又往以色列送 又往乌克兰送 对 这你的行为 跟你的说法完全两回事 我们是相信什么 直接对决 王冠涛在阿联酋 WTO的会议期间 也跟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 就美方对华 加征关税的问题 表达中方严正的关切 所以其实双方的贸易角力 是越演越烈 那今天大家也在关注说 好像在这个微博上头 也在疯传这个兵力事件 其实就是前几天大家讲说 在画面看到了 我们直接来看这个画面 就是在这个高速道路上面 一台兵力去逼车 去挡下了一台BMW 然后双方好像是这个表兄弟 他们其实有合作 这个就是他们事业上面有合作 闹翻了 那因此前面这个开兵力的人 就来挡住这个后面BMW的车 然后把这个车主拉下来 然后甚至还这个伤害 就是去揍他 甚至还拿了这个 茶刀 茶刀喔 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就反正有一些危险动作 那当下很多车都是赶快避开啦 但是有一辆车是下车勇敢的劝驾 后来人家就去肉搜说 这到底是谁啊 这么勇敢这样子仗义直言 结果是一台开比亚迪的车的一个车主 那后来这个央视还特别为他做了一个专访 联系上当事人 劝加哥特别做了一个专访 那这位劝加哥其实是一名律师 他就说他是力所能及 帮助别人一下 因为那个人已经等于说 被伤害倒在地上 这个好像也反映出来 现在这个国际政治角力 因为这个兵力是英国车 这个BMW的国车 所以比亚迪的车主竟然是这样仗义直言 扮演了一个好像中国大陆的一个形象 所以在中国大陆这边引起了蛮大的一个讨论 那连比亚迪汽车他们本身也看到这个消息 就说我们的车主这么的勇敢 那他们现在还在微博上头讲说 这一位孙先生 比亚迪的车主 孙子健先生 他是位律师 他也弘扬鼓舞了社会正能量 因此对于孙先生的车辆 要给予他终身免维修费 然后并且要给他20万元奖励 他们现在在考虑说 要设立比亚迪车主正能量 建议勇为奖 要来奖励说 你们其实开比亚迪车的人 就可以代表他们的一个正面的形象 也算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营销手法 所以很多人在那边讲说 哇来学营销啦 传递正能量 而的确这种形象方式也是常见 过去好像一些 名酒啊 还是什么香烟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们会找一些代言人 要给你一个形象 如果你的形象很好 人家就会觉得说 我同样用这样产品的人 我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所以比亚迪可能也是用 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来 给他的形象更国际化一点 所以我们先来问一下 介老师怎么看现在中国大陆拼经济 其实大陆的经济 事实上去年算是表现不错 最后5.2收场 事实上比高原来预估的5还高 那相对世界主要的经济体来讲 那是已经是出奇的好了 因为美国欧盟日本韩国都很惨 那5.2以中国大陆经济体量来讲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字了 那当然就是说 大陆因为就最近它这个消费力道不是那么强 市面看起来消费的那个像餐厅或者说房地产 看起来不是往年那么样的旺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很多西方的媒体 还有西方政府抓住机会 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经济惨得不得了 说这个好 这个如何如何的 可是中国大陆今天想要拼5 对不对 2024年 那么INF给他的预估大概是4.6 所以国际组织大概都是4.5左右 那还有一些这个民间的这些 这些所谓的这些财经机构 大概都这个数字 也没有少于这个数字 所以我不晓得他们说中国经济很惨 是有什么数字 那最近那个日经新闻 其实我以前还蛮喜欢看的 最近他有个新闻 我也觉得好像是真的 因为他引用是应该是 Financial Times一个数字 他说去年 2023年中国大陆吸收的 所谓的外部直接投资 外界直接投资 就外国人 外国厂商的中国投资 只有300多亿 就是说大概是330亿美元 他说 冬跌了82% 比前几年比82% 是1993年以来最低 那最近我看很多大陆写者出来解释 他说这个完全是误解 他说这个330亿是怎么得出来的事 中国国家统计局 他说去年2023年中国大陆 外资的对大陆的投入 跟中国大陆到外面的投资 中国大陆现在接受外资 可是中国大陆到外面的投资也非常的强 中国大陆到外面的投资 跟外面到中国大陆的投资 差额是330亿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实际的话 所以净接受的投资额是330亿 那可是整体对大陆的投资 应该是有多少 1587亿 不是330亿 这个330亿是1587亿 减掉了中国大陆在去年对外投资 1257亿 那日经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 直接把这个差额当成总市 这就是要畅衰中国经济 一花贴木 畅衰 他就故意曲解 这已经没有中业度了 对 那整体来讲中国大陆经济 如果说照这个日经这个讲法化 哇那真的是很惨 就确不是如此 而中国大 我觉得大陆的很多学者指出来 就是说有些国家对大陆的投资 在去年还是加码 尤其德国 对 所以我觉得大陆的经济 基本上没有美国人 还有欧洲一些学 甚至日本 一起来希望把他畅衰的 那个状况 实际上应该是还不错的 如果明年 他如果还有5%左右的经济化 那个还是远超过美国 欧盟 日本 韩国 战争当中 就连美国的空军 现役的一名飞行员 都已经觉得说 看不下去了 他跑到了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前 引火轻声 甚至轻声之前还大喊着 不愿意成为种族灭绝的共犯 不断的高喊 Free巴勒斯坦 那我们现在看起来 的确拜登也希望赶快这个尾巴的冲突战争 赶紧的结束 他说希望在3月4号开始停火 我的国安顾问说我们非常接近停火了 但还是没有完成 我非常希望在下周一之前能够实现停火 人家说3月4号是什么日子啊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时候停火呢 原来3月5号是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超级星期二 拉开序幕有16个州要同时办初选啊 就是这么的直观了 希望不要影响到他的选情啊 赶快赶快结束 希望能够实现停火 不然可能会替他的这个选情扣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像欧洲的状况 现在恶务战争发生重大变化 有一些的这个北约成员也考虑说要派兵出战吗 马克龙是说我绝对没有说法国不赞成出兵 法国现在目前已经成立了深度打击联盟 向基辅提供更多中程远程的导弹 甚至不惜派西方部队这个到乌克兰 那我们看到这个斯洛伐克的总理也提到了 欧盟跟北约部分成员正在考虑派遣部队到乌克兰 乌国的议员呢 还有一个说法也在中国大陆引发了轩然大波 因为他们讲说乌议员 乌国的议员他们希望能够愿意协助美国与中国作战 人家讲说这个乌克兰你自己的仗都还没打完 然后倒是向美国献殷勤了 所以我们看毛宁的回应 他说乌克兰危机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就是 这个阵营对抗没有办法带来安全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方将会继续为政治解决 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也就是希望组合 赶快把这件事情给化解 但是可能乌克兰的一些议员可能比较亲美派 所以喊出这样子的话 希望能够让美国多援助他们一些 就是说我可以跟你一国 然后我要站在你这一边 我甚至可以为了你去跟中国大陆打仗 所以中国大陆很多原本是挺污的人也觉得说 怎么挺你挺到最后你们会讲出这样子的话语呢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习近平2024的国事访问感觉不远了 因为武器旗有透露 就说我想在所有人面前公开表示 我已经收到习近平主席将要访问我国的确认消息 前一阵子我们才看到王毅很忙的在欧洲拼外交 跟多国的总统总理都有碰面 那接下来会不会是也是为了习近平要访欧铺路呢 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态势更加的明显 习近平要访问塞尔维亚应该也不可能只大老远去塞尔维亚一个地方 也可能会是展开他的欧洲之旅 只是现在时间还没有那么的确定 那以中国大陆的外交惯例 他们行程通常都不急着公布 都会压到出发前几天才宣布 是不是也代表着习近平欧洲行不远了 因为想这个武器旗应该也不会自己擅自发布这样子的消息吧 那的确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个塞尔维亚的交情是很好 很多塞尔维亚的人也在积极的学中文 连武器旗都讲说他也让他的儿子也要赶紧学中文 他说中文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听一下 然后他说我说这个很难的 爸爸很难的 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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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想找到最好的解释 如何带到很多年来 有人去照顾他 让他更容易地学习 中国语言 对 所以不光是武器旗要急着学中文 其实在加勒比岛国也有很多的警察也都会唱中文歌 我们来听听 看他唱其实蛮标准的 其实我最近也会在YouTube上面看到很多什么非洲人的频道 然后他们也是会唱中文歌 唱的都非常标准 所以感觉好像有一个全球都在积极学中文的这样的一个风潮出现 那我们看看澳洲的智库也发布了2024全球外交指数的报告 他说现在中美两国的外交网络的规模在全球是遥遥领先 那中国大陆跟美国相比的话 中国大陆有拥有274个驻外使馆这些机构 所以目前位居第一 美国是271个 大概就少了三个位居第二 也凸显现在中美地缘政治的竞争加剧 那北京也努力在扩大它的影响力 好 这个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 这个美国这个25岁的空军军官 那他的专长是在网络作战 所以他用这种自杀的方式来抗议 就是说美国政府作为怎么讲呢 他认为就是说种族灭绝的帮凶 他跟他的朋友是这样讲 他觉得他完全不能够接受这个种族灭绝的行为 所以他这个现在网络上传蛮多的 当然也把他那些最残酷的画面 大家都有打马赛克 他是往我自己头上浇 浇那个汽油 然后把自己点燃 那当然他存活的机会不大了 他是在以色列驻美国的大使馆 就做这种死见 那其实我们过去 如果在美国的媒体上面 不太看到现在美国这个民间反对 美国支持以色列打这个加沙战争的 这个抗议的新闻的激烈程度 不过拜登现在走到很多地方 他在演讲的时候下面有一群人 会直接骂他是什么 他说他是战争罪犯 对 然后在下面他们现在的共同口号就是 Free Palestine 就是自由给自由 这个给巴勒斯坦 所以上一次连这个 Hillary Clinton 他在公开演讲的时候 下面也是一群人指着他是这个 是帮凶 那所以现在美国民间就是说 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打这场战争的声音是越来越大 那这个是最激烈的一支手段 其实25岁的人做这样子的行为 可见他内心是有多么的挣扎 而且他也是美国的战斗人员的一部分 当然就是说这个已经从美国的所谓的公务人员里面 这也不第一次了 我不说这种自杀的行为 激烈行为 事实上那个Clinton也说了 就是说那个Blinken也说了 美国国务院就有几十个官员 全球的官员 联名写信给他说不能够这样做 然后呢 跨部会的行政人员官员也写了信给拜登 可是美国政府还是好像视而不见吧 那原因我想就是值得推敲 研究报告就说他们发现中国大陆在2030年之前 每年将会比美国支出多2000亿美元的研发经费 预计大概2045年的时候就会超过美国了 成为全世界第一的科技太空强国 那欧亚时报也提到了 他说现在其实美国到最近才开始在太空军事化上面担心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正在大举的投资天机情报 还有监视侦查卫星通信跟这个导航气象以及机器人一些太空探索的能力 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领域上面已经获取了一系列这样子的发展 而且有反太空能力的相关技术 那甚至呢在6年之后 马上就要进行这个探月计划 现在目前呢大陆的探月工程计划要把人送上月球 那相关的飞行汽油已经进入到了出样研制阶段 包含了孟州飞船以及揽月着陆汽油都已经准备完成 那现在开始陆续这个出样的研制阶段了 那后续呢也开始要这个有进一步的打造 希望能够把这个大陆的这个太空人送上月球来进行探测的任务 那所以我们来看看哦 这个1950年其实美国有扣押了未来的中国航天支付也就是前学生 他的两弹一心哦也奠定了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大国的地位 也被形容他可以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哦 也因为这样的实力呢当年他回到大陆的时候有遭到美方这个千方百计的阻挠 甚至还投入监狱软禁长达五年的时间 纽约时报就说啊前学生他在1953年的3月5号 在洛杉矶被命令驱逐回路 同时又被命令不准离开美国 而他的离去哦其实不利于美国的这个最高利益哦 所以其实就是非常这个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中国航天支付也让中国大陆在航天领域哦 这个一日千里领先了非常的多哦 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目前太空冷战也从美苏进入到了这个中美的太空冷战 呃过去呢在1957年的时候苏联其实是第一个这个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一号送上太空 那后来他们还曾经把这个莱卡流浪狗呢送上了太空作为真正首支踏上太空的代表啊 那莱卡他当时搭上了这个史普尼克二号 后来呢就是不幸他在这个太空当中只存活了四天就就死去了 那美国又觉得输人不输政你放狗狗我就放这个猩猩哈姆好了 后来在几年之后大概是个三四年左右哦 他们就说哎这个猩猩哈姆训练好了 所以就要把哈姆也送上太空 这个实验后来就偏离了计划啊 在飞船上升到252千公尺之后呢就开始坠落 然后掉进了大西洋 后来好在有及时救援就把哈姆给救了回来 当时在2016年其实欧巴马哦 原本也有宣布说哎我们美国的太空愿景 希望在2030年之前呢能够把人类送上火星哦 当时发下了好雨 呃觉得说14年后应该可以做到这件事吧 结果现在已经到了2024 看起来这个计划还是遥遥无期哦 不要说火星了好像连再度登月好像都没有办法 就是因为呃这个太空计划都非常的烧钱哦 NASA又一直就是很穷没有钱 所以才会有SpaceX就是托给民间单位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哦 那我们看欧巴马当时是信誓旦旦讲说 我们2030年会成功送上去而且成功的返航 但是后来没隔多久啊 NASA就讲说哎我们的钱不够登陆火星哦 所以这计划一言再言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哦美国的2024大选 呃现在这个川普的声势哦这个瑞不可挡啊 就连阿根廷的川普跟他见了面的时候 哎也是非常热情的像变成粉丝一样 我们来看看 好所以两个人个性掉掉还蛮像的 他当时就是拿那个电剧文明的嘛 这个阿根廷川普米雷伊 所以两个人热情拥抱 是不是代表很多国家现在也感觉到 应该是川普会当选下一任哦 已经开始在压保压住了 那我们看这个现在华府的智库就讲说 其实不论是川普啊还是拜登哦 谁当选都一样啊 因为美国唯一不变的就是会对于中国大陆更加的鹰派哦 所以不论是谁华盛顿的做法都是会对北京更加的强硬 都是会朝向同一个方向 那萨尔瓦多总统也提到 他说其实现在美国的经济他是不看好的 他说这个是无限量在印钞票 美国的文明呢在美元的泡沫破裂的时候就将会产生崩溃哦 所以也是有隐忧者 等于是中国大陆的导弹之父啦 他事实上他是在这个这个中国大陆完成了大学教以后去美国留学的 当然那个时候中国中国是在抗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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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啊抗战之前 他事实上他去美国事实上他在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念博士 他的指导教授是当时世界顶尖的这个好所谓的飞弹专家 可是当时美国的飞弹发展并不如德国来的快 德国才是真正当时飞弹的发展最先进的 所以二世大战德国战败以后啊 事实上德国的这个飞弹发展中心啊 当时因为柏林是先被苏联的军队打进去的 所以苏联军队是一寸一寸把这个好德国土地占了以后打到柏林里面 所以苏联的当时的军队就首先到了当时纳粹德国发展飞弹的研发中心 就进去了不但把人这些好这些食物带走把人也带走了 所以就造成苏联后来变成他的飞弹发展的非常快 因为他把这个德国的顶尖的飞弹的人才就带去了 那可是美国后来军队到了以后啊 美国也派美国的这个就是前学生的他的指导教授 他组织的美国最顶尖的这个飞弹专家啊 一起到这个德国的飞弹基地去看 那时候重要的器材啊 还有人都已经被苏联带走 当时这个团队里面少数的团队的核心成员 前学生就是其中之一 可见他在全世界这个飞弹发展的辈分之高啊 那他的成就之高 封卡门 封卡门 世界有名的这个飞弹专家 那前学生后来他准备想要回中国 那美国就开始调查他 然后呢 用很多非法的手段 让美国前学生对美国所谓的民主法治 有另外一层的认识 觉得全部都是假的 可是美国最后还是把它放回去了 可是之前大概有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 然后完全不接触任何新的这个科学的发展 也不让他带任何的文件离开美国 结果前学生回到中国以后 全部的东西在他脑袋里面 他从脑袋里面重新写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天才性任务 对中国的这个飞弹发展啊 那是贡献极大 他说两年的战争造成了3.1万的乌军殉职 那他说俄罗斯有18万人上升 也就是说依照这个字面来看的话 就是一个乌军可以干掉六个俄军 就是大家觉得说好像跟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报导的数字感 就像有蛮大的落差 但是他讲说这个每一位士兵折损 对我们来说都是重大的损失 他说不是外面说的30万也不是15万 但是我们看这个纽约时报 他说去年8月引述不具名的美国官员指出 这场战争已经造成了7万乌军殉职 美国的官员讲的 那有10到12万的官兵受伤 去年8月就已经到达这个数字 所以如果依照这个美国官员的数字的话 现在应该会来的更高 那跟泽伦斯基说的这个数字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异呢 因为我们的印象当中都是乌克兰已经达到 都好像没有这种轻壮年了 都是年轻人这种18岁以下的 或者是什么40几岁的 都要被迫上战场了 那怎么会只有3.1万名的乌军 这个数字就变成引发了外界的一个质疑 那再来我们看看 之前呢就是我们讲到说 年轻人其实跟老人家都已经开始陆续上战场了 但是乌克兰现在看起来 好像还继续要打算发动新的攻势 泽伦斯基讲说 现在已经明定明确的反攻计划 将要在5月份的时候 对于俄罗斯来发动攻势 那他说这个计划将会 就是取决于西方原不原住 才决定他这一场反攻的这个成败与否 那我们看这个五角大厦的都查长他提到 他说现在看起来美国的工业 就是国防工业的能量 没有办法持续原污了 现在接下来就是一个选择题 就是国防部要原污 还是要再继续提供给美军之间来做选择 那当然以美国的角度 当然是以他们自己美国优先 所以是不是真的原污的状况会越来越少 或者是说依据他们现在的这个情形 如果接下来是川普的话 恐怕要援助更是难了 那我们看一下乌克兰的防长 他提到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国家西方国家 你们的军援延宕 不及不及 害了我们 他说这个承诺跟交付是两回事 有50%的承诺没有准时兑现 所以乌克兰现在反过来是在怪这个西方 你提供武器没有很矜时啊 就害了我们 那其实反过来讲 是真的 没有那么及时提供 还是说已经造成一种战争疲劳 因为欧盟跟美国 他们对于乌克兰的承诺虽然很多 但是 现在 因为呢 看到了这个战争疲劳的反射出来 很多的欧洲人意识到 原污只是会进一步的加剧冲突 而且也牺牲掉了这个欧洲民众的利益 那换来的只是美国变相的恋财 所以他 原污的意愿不断的在下降 过去的承诺可能就是 能够推脱就尽量推脱 拖延着 那我们看这个 美国的驻中大使啊 他现在也公开对于中国大陆说 你怎么在挺饿 就是这太令人失望了 他说呢 中国的企业助长俄罗斯的军事工业发展 让人感到非常的忧虑 现在目前已经向中方表达了关切 所以怪东怪西啊 这个中方也有错 什么欧洲也有错 总之呢 乌克兰好像 现在这场仗还要继续打下去吗 那我们看看 习近平他有提到了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他可能对于俄乌就是一直主张 要赶快和谈嘛 那可是 他们现在更重要的是 来自于内部的经济 习近平现在把物流 批育为实体经济的这个经络 所以必须要强调说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的成本 来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他在召开这个财经委员会的这个会议的时候呢 要引导大规模设备的更新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哦 可能是现在目前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可是外媒好像赶紧又要开始来唱衰哦 你看看这个法广他有提到 有一个时间北京官方很少公开提到东升西降 那可能是在猜测说 哎中国是不是自己的经济疲弱啊 所以中国大陆当局就意识到说 哎这个东升西降 可能这样提也不是很好 那光明日报啊就反击啊 就是2月15号的时候他发表说 唱衰中国男主东升西降的大事 就是好像有点反击法广啊 那再来这边又有一个在唱衰又是这个法广 他讲说新版的中国大陆巡视工作的条例反射出来 习近平啊现在只在乎说高官的忠诚度哦 所以这样子不断的在唱衰是不是也反射出来说 西方国家对于这个中国大陆 哎其实经济上面要刻意的做文章 这样子是不是代表还可以弥补他们心里面对于中国大陆 一直不断这个经济在成长的一个恐惧感 在战争时候其实这种讯息的公布 他也是战争的一部分 他是好就要壮大自己身世贬低敌人的这个 的景况的一种也是战争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用自己来对这个公布对方的这个伤亡 我觉得他这个你不能不排除他也是战争的一部分 心战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泽伦斯基公布这个 这个好就挺挺怕了 他们公布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了 不过现在整个欧洲来讲 我是看了很多我常看德国媒体的报道 现在为什么用所谓的这个疲倦 欧洲感觉疲倦 这是最开始用的是德国媒体在用的 他说德国现在欧洲整个对俄物战争 有很强的疲倦感 疲倦感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常常去参加比赛 你都不会赢 对你打到最后你就觉得就疲倦了 对 你如果打你去参加比赛你都赢的话 你越打你会越带劲 那疲倦说实来是很客气的 就是什么 士气低落 这个整个欧洲士气 为什么呢 三场重要战役我们看了 没有一场是乌克兰赢 对 第一个我们记得了马里乌波尔 2022年6月 最后撤出投降哪一国 乌克兰 最精锐的他们说亚述赢的部分 就在那场战争 举白旗 俄罗斯也让他走了 后来就让他离开了 第二场战役去年 2023年5月 巴赫木特会战 结果呢 也是乌军把巴赫木特完全占领 对 然后乌军又败北了 对 这两个都不是普通的地方 这都是乌军有强固的防御公司的 地下的隧道碉堡 那个说实话 比现在在加萨走廊的 这些所谓的哈马斯他们的地道 先进不了多少倍 那是美国的北约的机构 北约的军事专家 在2014乌冬开始开战以后 就帮助乌克兰建 那这两个垮了 就最近2月份 我们才没有多 2月17号 乌克兰宣布 从哪里射军 阿菲夫卡 这也打了很久的地方 不是说只打6个月 5个月 是打了快10年的地方 他又退了 所以你说 这欧洲人站在乌克兰这边 乌克兰老是败仗 他说他疲倦 我真的觉得是客气的 就是怎么样 刺气低落 看不到希望吧